近日和曾芝橋組成凱唐咖抱的葉亞倫 早在2014年就和女星李玉芬 迎拍攝電視劇《愛上兩個我》成為超級好朋友 雖然戲已殺青 但私下人經常聚會 葉亞倫也不時透過各種公開管道 表達對女方的關心 加盟新唱片公司回歸歌手身份 卻出數位單曲《是我不夠好》 李玉芬在新歌中唱出失戀的心情 接受訪問時也透露 自己失戀就會去嘗試沒有做過的事 去沒有去過的國家 周遭朋友都覺得她的個性太ㄍ 讓人相當心疼 尼亞倫特地在個人臉書 轉發這則李玉芬的報導 歌空向女方喊話 要她加油別太ㄍ 尼亞倫之前也曾形容李玉芬是熔岩巧克力 外表堅硬不好親近 但相處後才發現 熱情真的無人能擋 所以音隙結緣首飾之後 不僅相當照顧女方 大方牽手出席活動 知道李玉芬出新歌也幫忙宣傳 用行動為好友加油打氣